他是一位不见外的老外 在中国三十多年 先后两次 行程数万公里 走访中国乡村 见证中国发展 他用一封又一封家书 一本又一本专著 孜孜不倦地向世界 介绍中国 他说我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我有中国心 他就是中国政府 友谊奖获得者 厦门大学教授潘维莲 在今天的聊会临时差栏目中 他将跟我们聊一聊 他眼中中国的乡村振兴故事 我原来的目的就是来学中文 所以原来就是在一两年 现在三十多年 因为我越了解中国 我越佩服中国和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最脱贫的 这个方面 因为我到三十多国家 我看是大部分的国家越来越老 其实不是所谓的发展的国家 不是发展的 很多是越来越糟糕的 但是中国在非常偏远的地方 也是进步的 也现在通过那个一带一路 也是帮助其他国家 我老二和他老婆和三个孩子 在非洲作为医疗志愿者 也在那边非常偏远的地方 看到中国人在那边帮助他们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一辈子不够在中国 原来不知道会在这边多久 但是现在绝对一辈子这边 坐飞机从洛杉矶到厦门 我们坐三个飞机 然后到香港 然后香港坐船十八个小时 到厦门和平码头 但是现在从厦门回到洛杉矶 直接飞到那边十二十三小时 完全不一样了 我一到厦门的时候 我发现中国根本不像 以前我在美国想象的 因为那个西方的媒体 不管他们写什么 三十年前这样的 今天也这样的 一百年前 我知道我不是中国人 但是我觉得有中国心 我写那本书 我只是选了一些信 我三十多年 差不多每一两个月 给大家写信 让他们知道中国情况 真的是怎么样了 我写了三十年前怎么样了 二十年前怎么 十年前怎么样 好 这个故事非常好 不是因为我写的好 就是故事好 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故事 是真实的故事 不管谁写的 是好的故事 所以我八八年 就开始到农村 看一下农民的生活怎么样了 开了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我开了一共二十万公里 就四年十四万公里 三个月 2019年才三十二天 两万公里 因为路好多了 也这次 哇 还是回到非常穷的 那个地方 现在最偏远的地方 小农村的 那个小村子 他们有水泥路 就到人的家的门口 我难忘的就是有两个农民 一个宁夏 一个圆满 两个人这样说 以前是经济制作 但是现在我们解放了 我说为什么 你们的生活变化 这么快 这么好 这两个人说 完全一样 他们说 因为政治好 我说 为什么政治好 他们说 因为政府了解 我们的情况 也很关心我们脱贫 因为在历史上 什么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另外一个国家 解决这个问题 不像中国家 经济发展 完全要靠和平发展 中国人从来没有到遥远的国家 逼迫其他国家 逼迫其他人 一百年前没有 一千年前没有 今天也没有 你自己看到了 中国发展完全是靠和平 未来的最大的机会 都是中国 我写了很多文章 也说 世界最大的机会 未来的是 中国不是西方国家 所以我想 我希望外国人 可以了解 中国的故事 但是我也希望 中国人也可以 更好地了解 中国的故事 中国人如果 没有上过这样的 到三十多国家了 不知道 其实中国这样说 是不简单的 因为其他的国家 大部分没有这样的进步 全国有动车 高速公路 学到 这是不简单的 所以我希望 中国人也可以 更好地了解 自己的故事 我也希望 这些我写的这些故事 可以帮助 国外的人 其他国家的人 学习 因为我觉得 世界需要学习中国